35岁花木兰刘亦菲突爆死讯 乌龙发文令人傻眼 三立新闻网 李文世事震惊演艺圈 各国媒体也争相报道 但脸书粉丝团小薇的一生发现有国外媒体Film 张匹误将李文当成35岁中国女星刘亦菲 并发文以电影《花木兰女星头衔》报道李文死讯 甚至配上刘亦菲演《花木兰》的电影海报 乌龙发文令人傻眼 Film张匹在脸书粉丝团上自届市媒体新闻机构拥有135万追踪者 上面报道李文死讯脸书贴文有20万粉丝按赞 内文写道李文曾替电影《花木兰》中文版配音 并配上2020年刘亦菲主演的真人版《花木兰》剧照 小薇的一生因此在粉丝团表示 散布错误信息有多容易 百万粉专Film张匹泡文《花木兰》女演员李文试试 然后放了一张李文和刘亦菲的照片 在资讯发达的时代 这篇文竟然还在然后20万个赞 是侮辱李文还是诅咒刘亦菲了 南韩网红播主命葬简普寨 中国籍医生坦言犯案 说妻子毫不知情 N.O.N.O.S.今日新闻 简普寨在传一案 引国际社会关注 南韩网红颠鹅英 在上月2日前往简普寨旅游 没想到却消失无踪 简普寨警察接受南韩电视台SBS时事节目 想知道真相时表示 本 七 月已盘问过嫌疑犯中国籍医生夫妇 两人已坦诚弃尸 但否认谋杀 据悉 鞭额英在Instagram上拥有超过24万名粉丝 今年3月后 便没有更新近况 6月4日 和有人在简普寨旅游时 前往当地的一家诊所掉点滴和注射血清 医生公称他在打点滴时 疑似癫痫发作身亡 6日弃尸在金边郊区水沟 警方透过包裹尸体红布上的指纹 寻现逮捕医生夫妻当 想知道真相 节目引述负责此案的警方说法 指出 鞭额英死因研探 应是窒息亡 是药物副作用所导致的 尸体没有外伤 药物检查也呈阴性 但尸体被发现时 没有穿内衣 且内裤是穿反的 因此怀疑死者曾遭到性侵害 该名中国籍医生表示 鞭额英来诊所时 要求施打血清 但他看到鞭额英手臂上已有针孔 便没有施打 过一阵子后 他突然口吐白沫 抢救后 仍没有生命迹象 嫌犯说 我承认弃尸 是因当时针得很惊慌 恐惧又墨前 所以受罚是理所当然 但我的妻子对此事根本毫不知情 不过 想知道真相 节目的专家认为 案情不单纯 否则不会选择弃尸到水沟 应该会以正常程序 进行意外死亡通报 如今天鞭额英突传噩耗 让亲友和网友感到相当不舍 纷纷涌入他最后一篇贴文留言 由于受到国际媒体关注 目前警方正在厘清案件发生原因 积极侦办中 麦当纳ICU出院首报平安报欠令 观众失望 现身纽约街头机精神 心岛头条 64岁美国乐坛天号麦当纳 麦当纳 上月24日因严重细菌感染 被送入深切治疗部 一度有传他脑死 但留一几日后 他出院返家休养 而月中展开的北美寻唱 则要延期 前日他被拍到 与有人在纽约街头 精神不俗 昨晚那姐在出院后 首度报平安 我已在康复的路上了 又坦言 我在医院里一清醒过来 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的孩子 然后就是我不想让所有已经买票欣赏我演出的观众失望 我也不想让过去几个月不眠不休和我一起打造寻唱的工作人员失望 我讨厌让任何人失望 但目前他只想专注自己的健康 变得更强壮 并承诺尽快跟大家见面 他又透露 虽然北美的寻唱要改期 希望十月能如期展开欧洲的演出 最后他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李文老公根本无法继承女方遗产 宋祖德乱带节奏 李文离世之后 有关他遗产的问题 成了大家热议的重点 虽然立了遗嘱 财产给了自己的母亲 但他老公Bruce征产的新闻 倒是层出不穷 李文出道以来 一直没有什么非文媒 怎么谈过恋爱 碰到了渣男 不知道怎么处理 但因为没有孩子 再傻再傻肯定要为自己做打算 而且也不是一万两万的资产 肯定要提前做准备 其实 李文做的准备还是挺充足的 除了基本都放在了母亲的名下之外 他还以偿命气的方式 保证了自己财产的安全性 那什么叫偿命气呢 简单来说 就是假设受益人有三位 第一位去世了 那就剩下两位来享受 第二位也去世了 那就最后一位来继承 或者处理 就算第一位 第二位有配偶子女 但也和他们无关 除了房住老公之外 那两个妓女 也没有捞到什么便宜 他如果是没有立遗嘱 和两个妓女长时间生活在一起 便是具 个叫拟质血亲的关系 具有同等继承权 所以他非常明智 没有将自己努力所得 落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手里 拟质血亲指的是指 本来没有血缘关系 或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但法律确定其地位与血亲相同的亲属 中国现行婚姻法确认的拟质血亲有两类 一是养父母与养子女 以及养子女与养父母的其他近亲属 二是在事实上形成了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 继兄弟姐妹 所以说最后受益的主要就是李文的大姐二姐 以及他的母亲 前夫和妓女根本拿不走一分钱 至于为时魔前夫布鲁斯会争产 都是大嘴宋祖德爆料出来的 是宋祖德表示称 李文的前夫要争产 还说什么怀疑下毒 结果就被媒体引用 发酵到香港那边去了 其实都是子熏乌有的事情 宋祖德在牛 还能比李文的家人和老公知道更多的消息吗 当然也有不少人称李文应该不是亲生的 他根本就不想走的 等待官方的结果吧 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的 那抹阳光灿烂的笑容 一头无人能比的长发美丽动人 他不可能这样子做的 很爱很爱他 他可能真的已经感受不到任何快乐了 身体的病痛情感的辜负 就像一个人孤零零地漂浮在黑暗的大海上 所以即使有九个亿对他来说也啥都不是 我发现娱乐圈里这重顶级女歌手 感情经历都特别简单 对男人都很专情 惠特尼休士顿 麒麟迪翁 小甜甜 中国的李文 张亮颖等等 他们把大部分经历都用在歌唱事业 所以感情方面特别单纯 口口一生面临的极大关口 一没有父亲 童年十分悲伤 人格没有挺立 二缺爱所以嫁老男人 然而男人屡次出轨 三多次试管婴儿失败 无法正常怀孕生子 四核心信念不稳 造成旧疾欲发家重难以承受 五离婚后面临中年孤独 纵有万千歌迷 回家却没有心灵归宿 以他结婚时 如日中天的事业 本该是人生赢家 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结果婚后无子 老公出轨 消息爆出来后 粉丝会如何看 竞争者会如何看 自己感觉活成个笑话 跟预设的未来生活完全背道而驰 接受不了现实落差 最终结束生命 关键还有一点 华人或华裔是否能真正融入外国文化和圈子 王妃吃斋念佛 却不停换老公 李文性感热舞 一生却只爱一人 总结 妇人的烦恼比穷人多而狠 王力宏前妻李亮磊不忍了 大动作出手 三立新闻网 飞人陈剑舟 NoNo 黄子脚 右胜等男心 多暴性骚 王力宏的前妻李亮磊上周在最新一集的Podcast节目 晨亮时间 畅谈相关议题表示 MeToo运动的意义 在于性暴力的特殊性 若有其他的受害者 证人愿意一起站出来 会让加害者更难以否认 李亮磊大动作声援 警号MeToo 谈道 这能让我们的社会 看见性暴力有多么普遍 造成受害者多大的痛苦 多么需要大家共同去改善的问题 而郭元元上月底发文指控黑人过去的性骚扰行为 其中一句我们都希望烂人踢到铁板 但都不敢成为那块铁板 也让李亮磊不舍 李亮磊表示 是啊 要当那块铁板有多么不容易 需要面对的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多很多 他也鼓励郭元元 真的只有PU文那么简单吗 有些人会质疑是不是想红 而在这举动的背后 需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 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这举动的背后 呢 没想法 很多人都不会做出炉的